神屬性、港道法是怎樣呢? 在港道的時候讓人知道神的屬性和恩典 我們用的經文去鼓勵大家 我們訊息或者我們任何時間去分享關於神的事 都應該是宣揚神的恩典、祂的屬性的 這個經文是《彼得前書》二章九節 唯有你們是被簡選的族類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聖結的國度 是屬神的子民 要叫你們宣揚那趙 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這個經文說到我們有一個很特別的身份 神賜給我們一個很特別的身份 就是被簡選的族類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非常之有君尊是majestic的 是君尊的 好像君尊的祭司 是聖結的國度 是屬於神的子民 而這個目的是什麼呢 這個目的是叫我們能夠宣揚 那一位趙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那一位就是神的美德 所以我們是應該時時都去分享神的美德的 不只是說到我們經歷什麼 或者只是用人的角度 因為很多時候人分享呢 就只是說到從人的角度 就是他得到什麼益處 神怎麼幫他 這些都是好的 但是呢 就那個注目變了去人那裏 就不是注目去神那裏 我們應該是讓人注目去神 看到神的美善呢 人就會很歡喜神了 就很感激神 神真是好了 神真是美善了 就會對神更加有信心 更加喜悅神 更加願意聽神的說話 那我現在呢 會示範用不同的經文來講這個 就是用這個方法 神屬性查經法 神屬性講道法 那我上一次也有講過一個大綱 大家可以用的 那這個大綱當然是可以調教的 不是說絕對一定要跟蹤這個大綱 這個是一個 就是給大家一個提議 就是可以的內容呢 包括以下這些的角點 那就譬如我們用能力那樣 講到譬如我在神裡面 可以有神所賜的能力 那那個開頭就是講到 人的反面例子和正面例子 那是什麼呢 就是說人呢 是可以很軟弱 有時候有些人信耶穌都很軟弱的 那不信耶穌的人 更加是可以很軟弱 那信耶穌的人 因為有些人不懂得從神得力 那於是他們的生命 就很多軟弱 譬如說有問題就很不開心 就很煩惱了 就有什麼問題就整個人崩潰了 甚至會想放棄啊想死啊 都是顯示出這個人的生命裡面是沒有力量的 那這個反面例子 那這個反面例子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想不想有神的力量 充滿神的動力 讓我們呢是有封聖的生命呢 那這個就是由人的反面例子 帶出有神的能力的重要性 那然後呢就說到神的屬性 和恩典 屬性呢就是神的本質 神它有 在這裡呢就是說 它有多有能力啊 譬如說我們從這個宇宙 我們看到呢 就算閃電 都是很大的能力的 這個能力呢 就是一下子的閃電 可以夠一個城市用的電 一段時間的 就是那種能力是非常之大的 那就是神的 何況呢 神的星球啊 這麼多的能量啊 太陽的能量是極之大的 那我們其實呢 只是收到太陽的能量的很少部分 如果我們稍微接近太陽 我們已經整個地球都溶化 變成熔蠟 那這個就是 神那種能力在這個宇宙裡面 那而 神呢 這個以上所說就是它的 它的屬性 就是它的能力的知强大 那它的恩典是什麼呢 它是 聖經講到呢 在我們心中運行的 神呢 在我們心中運行的大能大力呢 就是照著它叫基督從死裡復活的大能 就是神叫耶穌從死裡復活的大能呢 就彰顯在我們身上 所以我們呢 都可以經歷到神很大的能力的 我們是可以呢 有一個從神而來的能力 能夠改變人的生命 更新人的生命 賜給人 有能力去趕邪靈 能力去 改變人的生命 去醫治人 將整個人的生命呢 翻轉 那這個很大的能力 也都是 那個能力可以改變整個城市 整個國家的 那可以呢 更新很多人的 那這個呢 就是神那種大能 是祂答應賜給我們的 那這個就是神的屬性 和祂的恩典 祂很想將這個能力賜給我們的 那然後呢 可以說呢 就是 為什麼人 不會得到這個能力呢 為什麼很多驚徒都得不到這個能力呢 那麼 講出原因 以後一會在如何呢 就可以去回應回 怎樣可以得到能力 就是為什麼很多人得不到能力呢 就是很多人呢 他不知道怎樣親近神是得力的 他只是注目在他的需要 就是說 神啊你幫我解決我的家庭問題啦 你幫我呢 開心點啦 幫助我的情緒啊 幫助我的人際關係啊 為我預備一個配偶啊 就是他注目在他的問題上 他就覺得他的問題很大 注目在那些不好的人身上呢 就覺得那些人很強勁 那其實這個是 就是如果我們從聖經看呢 是不需要害怕的 因為 有爺爺說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人能把我 怎麼樣呢 就是我們信聖經的說話 信神的應許呢 就不用怕人的 但是很多人呢就不是了 很多人呢就被人影響了 那就是因為很多人呢 那就是因為很多人呢 他不懂得從神得力 也都被很多人困擾了 他注目在世界的時上 就越來越失去力量 好啦 那也都可以有一點呢 就是說 當人沒有神的力量的後果啊 那個嚴重性 那這個是一個警告 就是律法的警告 那個後果是怎樣呢 那個人就整個生命不會發揮了 就是有些人呢 很不夠膽去跟人說話啊 不夠膽去傳福音啊 那你就把他的恩賜藏在地裡 那就是 又惡又懶的僕人 就是他就沒有做到 神所吩咐他所做的事 那他因為懼怕沒有踏出呢 結果整個生命是浪費了的 就被很多東西綁綁著 那這個呢就是那個後果了 那好 很重要的 整個信息最重要的部分是什麼呢 第一個部分就是 神的屬性和恩典 第二個部分呢就是如何 這兩個是整個信息最重要的部分 為什麼呢 因為首先看到神的屬性 他的恩典 他應許賜給我們多少的能力啊 隨時的幫助啊 但是很多時候基督徒呢 是沒有看到這個東西 就是很多基督徒呢 就看不到這個東西 所以呢 變成他們沒有力量了 那又如何 這個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們都依然有其他部分 那麼那個目的是什麼呢 為什麼還有人的反面例子呢 就讓人看到 人真的很多時候會有些 雖然說 雖然說基督徒可以有能力 但是很多基督徒是軟弱的 還有呢 讓人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多基督徒沒有能力 問題出於哪裡 還有那個後果呢 警告人 就是當我們被 罪長官啊 我們軟弱的時候呢 後果就是整個生命都不能夠 不能夠發揮 就變成又惡又懶的捕人了 那麼這些就是 就是給人一個警告 又如何 如何能夠活出這個能力 那就是其他的部分的原因 就是為什麼有其他部分 而最重要 我希望大家記實 最重要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講出神那種美善 神的屬性和恩典 然後我們如何得到 這個已經是最基本最重要的 其他的那些呢 是讓人看得到 神的恩典的偉大 而人呢 為什麼走不出來 而走不出來的後果是什麼 我們怎麼可以走出來 好 那這個時候我停一停 有沒有人想問 關於這個大綱呢 就是這個大綱呢 希望大家不要覺得 講信息 是不是我能夠做到的事呢 那我們不要想一定去講道 有時候我們跟人傳福音 我們都會講解聖經的 比如說 我用一個例子 比如說 我們向一個人傳福音 那個人好沒有能力的 好沒有力量的 那我們聽到之後呢 我們就會說 是的 真的沒有力量呢 真的令到的人呢 好像做人呢 好像很多地方都不夠膽 不夠膽面對那些困難 人不夠膽和人交往 不夠膽去處理問題 都覺得呢 就好像 整個人生呢 因為不夠膽 沒有力量呢 就很多事情做不到 那這個就是 人的反面例子 然後呢 然後呢 就跟他說 你看看那些基督徒 他們有些真的 本來是很軟弱 變得有能力 這個就是正面例子 人的正面例子 你看看那些基督徒 真的很大的恩典 很大的能力 為什麼呢 因為神是很有能力的 祂能夠創造整個宇宙 祂能夠發出閃電 能夠做太陽 做這麼多樣東西 是祂充滿能力的 所以呢 我們知道神是有能力 那我們其實不需要 活在軟弱之中 我們可以 時時都有能力的 那你想不想得到 神的能力呢 那我們怎麼可以得到 神的能力呢 所以在傳呼音 或者建立靈命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用得著的 這個大綱 但是我們內心裡面 已經有了這些大綱 我們隨時說出來的時候 都能夠解釋給別人聽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 才關於這個大綱 但是他們那些未信的人說 這個是神的能力呢 我信了祂都未必有這樣的能力的 就是有些未信的人會這樣 OK 那我們 我們就 所以呢 本身我們自己 從我們講的訊息 第一件事 最好呢 我們能夠做到什麼呢 就是我們本身都能夠經歷到神的能力 和生命的改變 那我們就可以分享給他們聽了 以前呢 我是不開心的 有情緒問題的 以前呢 不敢跟別人說話的 很多事情都不敢做的 但是現在呢 我幫過很多人喔 我真的整個生命很大的改變喔 我夠膽去踏出去喔 衝破很多的障礙 有些人呢 對我不好 我都依然不計較 不給他影響 就依然去祝福他們 那這個呢 就是神所賜的能力 你聽神說 都可以有這個能力喔 就是就可以由 有些人的正面經歷 正面經歷去鼓勵他 神的能力是 真是臨在這個世上的 那也都除了我們本人之外呢 有些網上的見證 有時候有些書的見證 講到有些人呢 很大的改變 譬如有些人是黑社會的 有一個叫Teddy哥 他就是 以前是黑社會的 他說呢 他曾經作見證 他那時候賺錢最多就是賭球 賭球 就是那些人投注去賭球 他說賺的錢是最多 多過反毒 多過其他 那他是 又有賭場 又做各樣的事情 各樣犯法的事情 但是呢 神呢 是很特別的 跟他溝通 那就去帶領他 現在神呢 是很特別的一個方法 就是他有很多個賭場 通常賭場呢 一定是賺錢的 因為他是 完全是 就是怎樣呢 普通人 譬如他的比率 人會賺又贏又輸的嘛 那他那個賭場呢 他一定算過 他賠率一定是低 所以呢 你怎樣跟他賭呢 他都一定贏的 但是有一次呢 神呢 做了一件事呢 是令到他所有賭場 全部都輸 全部都輸得很慘 就是神用一個這樣的方法 令到他悔改 其中一個 一部分 那 就是這個神的能力 在他身上 然後他呢 就很大改變 他就幫很多人 他帶領那些 黑社會的人 信耶穌 他生命很大改變 那 他並且做了一個事業 去幫那些罪犯 他們恢復之後 怎樣可以有生活 那這個 就是這個人 是影響很多人的 那就是一個有能力的人 OK 我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或者你還想再問多些 OK 如果沒有問題呢 那我就用另外的主題了 譬如我們要分享的訊息 譬如說 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裏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馬太夫 首一章二十八到三十節 那裏所講的經文 那這個經文 大家都應該熟悉了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裏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我心裡柔和謙卑 你們當父我的騙 學我的樣式 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因為我的騙是容易的 我的淡子是輕省的 那譬如我們用這個經文 那這個經文可以作為一篇道 亦都可以幫助一些人很多煩惱 有煩惱的 好了 那我們 那譬如我給大家去練習好不好 就是你們想不想練習 那要出聲 你們要回應 那這個主題就講到 耶穌能夠賜 輕省 和安息賜給我們 可以將輕省安息賜給我們 好了 那第一個 要點了 人的反面例子 和正面例子 有沒有人想到可以回應 試一下講一下 好不好 因為你們練習才能夠學到的 有沒有人想講 試一下 是的 律師 你的問題 是 問些什麼 我剛才不是講那個大綱 是不是 我們的大綱 就是這個 這個講道方式 當然不是絕對用這個大綱 不過是可以有這些大綱 而第一點 我再將要點再講一次 第一大點 就是人的反面例子 和正面例子 就是和這個主題有關 人做不到的例子 和做到的例子 和後果 然後第二個點 就是神的屬性和恩典 第三 就是 為什麼人會沒有 輕省和安息 問題在哪裏 第四 就是 後果 當人沒有 輕省和安息的時候 後果是什麼 然後第五 就是如何可以得到 神所賜的 輕省和安息 這個就是我提議的大綱 如果大家用其他大綱 你都可以融入其中的部分 而最重要的兩個部分 就是 神的屬性和恩典 另外一點就是如何 如何可以得到安息 好 現在我就問大家 這個經文 我們在裏面可以看到 人的反面例子 和正面例子有什麼 例子 大家可以 嘗試說一下 你明白我這個問題嗎 反面的例子 就是每個人都有 勞苦重膽的 是的 沒錯 正面的例子 你信到耶穌 就會得安息的 安息的意思 就是 有平安 喜樂 那樣的意思 OK 好 非常好 非常好 那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答案 而是對的 那這個 就是大家看到 不是難約登天的 是嗎 好 但是呢 我想你 都說一下那個 就是 給人感受一下 就是不是這樣說出來 而是感受一下 那種反面例子帶來的後果 好 還有呢 有一點我想更正你的 就是 因為這裡主要說到 輕省 就是沒有重膽 輕省 勞苦丹重膽的人 變得輕省 所以重點是輕省 那個問題呢 就是沉重 揹著很重的膽子 OK 好 那你可以說一下這個 反面例子會帶來的後果 就是這個情況會是怎麼樣 他會沒有心機做人 是 因為他的重膽呢 太重要了 那他又不會用方法 來減輕自己的重膽 他是在苦腦之中 是的 不能夠自救 自拔 這樣 OK 好 那在這個苦腦中做人 又沒有力量 很辛苦的 揹著膽子 非常好 其實呢 多少形容呢 在乎我們 就是我們可以 反覆思考 怎樣可以 說得更加貼切呢 還有那幫人是什麼人 譬如學生 那我們可以怎樣說法呢 我們 因為根據那個人的需要嘛 如果對象是學生 可以怎樣說法呢 有沒有想回應呢 學生呢 就是說呢 我們有時候呢 靠我們的智慧呢 就是 很難 就是 讀書啊 又很難回答問題 嗯 只要你呢 是的 只要你呢 能夠是相信到神 就是呢 依靠到神 這樣呢 求神呢 指點你 指點你 都難提 比如你考試讀書 很多難提的嘛 這樣呢 如果你真的依靠神呢 你會呢 更加清楚的 比你自己呢 來想呢 神呢 是比你更有智慧的 嗯哼 是 不過你要依靠祂 是 是 OK 好 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 針對那個情況 就是那些人的情況呢 學生 那我們就想一下學生的身份 如果對象 是 是 家庭主婦 有家庭主婦的重擔 就是 譬如那些子女啊 就是 會擔心他們 這樣 又很沉重 變成很猛狀啊 教導子女的時候 沒有耐性啊 會覺得很困難很困難 那這個就是那個 沉重的擔子 就是 OK 好 那 我也想回應回 有一點呢 你早點講過的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 你說呢 信耶穌就會 輕省呢 我想說 更正這一句說話 那我也想大家以後留意 問題解決 不只是信耶穌的 是信耶穌 還有呢 給耶穌掌管 或者跟從耶穌 行神的路 遵從神 才會得到輕省的 沒有行神的路 是不會輕省的 只是 說信耶穌 不會輕省的 那其實聖經所有應許 都是信耶穌 遵從的人 愛神的人 OK 非常好 好了 那 跟著呢 下一點呢 就是神的屬性 和恩典 那 我們講的時候 都會用經文去表達 那 有沒有人想說呢 大家可以放膽去做的 有沒有人想說 關於這個神的屬性 和恩典 看這個經文 那 大家自己可以 去看聖經 看著這個經文 來去思考 OK 有沒有人想說 因為我是會 今天是給大家去講 這樣大家才會練習到的 你不用說得完美 是是 好 你說 神呢 神呢 很看褻我們的奴婦的 神很煙敏我們 OK 神呢 都很愛我們 他呢 就說 如果我們肯親近他的朋友呢 他就會賜安息給我們 OK OK 好 非常好 非常好 那我想問你 你以上所說的是 是恩典又是屬性呢 是神的屬性 也是恩典 他的屬性呢 就是憐憫 他的恩典呢 就是治癒我們安息 OK 好 非常好 你現在明白到 屬性就是他的本質 那 就 恩典就是他為我們所做的 那 依然呢 我就會想大家去想一想 跟這個主題最有關 他能夠叫我們安息 叫我們沒有奴婦重擔 他的最主要屬性 在這一方面是什麼呢 最主要他能夠叫我們 得到安息 叫我們沒有重擔 他最主要的屬性和恩典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需要跟這個主題掛鉤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他的屬性呢 是二十九節 就是主說他自己呢 是柔和和謙卑的 這樣 因為呢 如果主不柔和呢 那些人呢 很難接受他嘛 他說自己的心裡呢 是柔和謙卑的 OK 好 非常好 就是他想我們得到的就是他本身有這個質素 那你再聽一次 他想我們得到 他應許我們得到的東西 就是他本身有這個質素 他才能夠幫到我們 那這個質素是什麼呢 他的能力 他 他就是呢 就是 他 對我們來講 可能是勞主痛膽 對神來講呢 他的能力呢 覺得 唉不當他一回事啦 就是他的能力 非常 OK 那這個是 對的 這個是 就是 他有這個能力 令到他輕省 但是 還有另一個質素 其實 基本上 直接和那個主題有關就是的 就是 就是我們常常在想 直接和那個主題有關 那個主題就是 輕省的嘛 OK 這個答案就是 他就是輕省的咯 就是這麼簡單的咯 他就是一個輕省的神 有能力的神代表一定是輕省的咯 譬如有些 希臘神話講的那些神 或者是中國風神榜講的那些神 他們是人造的神 很有能力 不過他們很猛狀 他們很急躁 是 就是 很多事情是 他們做的時候的處理方法 並不輕鬆的 那但是神 創造天地的真神 它的質素是什麼呢 它的質素是什麼呢 它是輕省的 它是輕省的 有沒有人可以形容一下這件事 為什麼我今天這麼多想大家去講呢 因為 這樣大家才學到的 如果大家想能夠 你說 因為它是輕省的 因為它是輕省的 就是我們世人都想不到 它說要有光 就要有光 它說要有這個世界 就有這個世界 你科學家 想到盡 怎樣有能量 怎樣有物質 出來 真的想到 他們呢 都想不到 這件事 是怎樣出現的 但是神是很輕省的 它說要有就有了 創造呢 世界的萬物 只要它的口 一切聲 就講到 這樣 都能夠成功的 有什麼事情 它不能夠做呢 嗯哼 OK 好 這個都是講到能力的方面 就是它能夠做到 所以它很輕省 我想說 另一點就是 我剛才所說的 比如我剛才說到 這些人製造的那些神 都很有能力 不過他們是不輕省的 他們給人的感覺 是一點都不輕省的 為什麼 他們那些創造 做出來的神 是不輕省的 為什麼神是輕省的 就是有能力 不代表輕省的 有能力可以很猛的 比如 就是一個義教 他講到神 就是罰人 懲罰人 那那個神 就一點都不輕省的 是很猛 很緊張的 OK 好 因為呢 其他的偶像 或者其他的神 是想操控人的 但我們是不會的 完全給我們一些自由意志 他只是在危難的時候 想救我們信他的人 OK 好 非常好 就是說 神是 因為他的心裡面 他是輕省的 他想幫人的 想救人的 所以他不會用一個強硬的方式 OK 非常好 那就是我一直幫大家去想 我們凡是想預備一篇信息 分享聖經的經文 一定是用時間去思考 去討告 反覆思想這個經文 又去找出那個經文裡面的豐富的內容 我自己去解釋一下 為什麼神是輕省的 因為神呢 他有能力做到這一切 這是一個原因 而神呢 他知道一切都是他的掌握裡面 他知道不是用強硬的方法 因為他明白 用強硬的方法 人是不會覺得被愛 也都因為神的愛 神是 他是很愛我們 他是輕鬆的 所以他就算他其實呢 他全世界有很多事情不斷在做著 他每天不斷在做著很多很多東西 他維持這個世界的那些宇宙啊 那些星球啊 繼續運行 他在基督徒生命中不斷在做工 他在不信的人中間做工 他感動他們信主 他有很多的工作做 但是他心裡面呢 他知道他掌管一切 他也是有一個柔和的心 他知道唯有愛能的改變人 所以神在做這麼多東西 有很多人不接受 有人接受 有人不接受 神都依然是這麼輕鬆的 因為他本質就是 是一個柔和的 心裡柔和的謙卑 他是溫和的 那麼他呢 就不是擔心 後果是怎樣 他已經知道一切的後果的 他的心裡面呢 他不擔心後果會是怎樣 他是很放心的 他很放心他所做的事 一定會成就他的計劃 他已經知道了 將來會發生的事 還有他的性情呢 是溫柔的 所以他在他裡面呢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 猛争怒吵 這樣 好 那我就 我會繼續 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繼續 我自己就 解釋 講完這一篇的訊息 怎樣用這個方法去講一下 那麼首先就是神的屬性 神雖然有很多東西做 但是神呢 依然是很 很興省 很柔和 他是很溫柔 他選擇用溫柔的方法 改變人的生命的 他就是一個這樣的神 所以呢 我們找他的時候呢 神的興省 就會臨到他身上了 當我們親近他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 勞苦丹重丹的人 去到他那裡 就可以得到安息了 然後呢 就是 為什麼人不得到安息 就是為什麼有這麼多人 不得到安息呢 那個問題在哪裡呢 那 就因為呢 人是 從小到大 覺得是要自己負責 就是很多人覺得是要自己負責 自己負責 自己揹著那個擔子 他 心裡面不相信 真的有個神呢 是掌管一切的 所以要靠自己的時候呢 是很大的擔子 所以人就會 人就會呢 就是 揹著那個擔子 就覺得 很重了 就覺得呢 很難擔了 就 時時覺得 事情不順利的時候 因為這個世界 是有罪 有很多問題 所以人呢 就會覺得呢 很難搞 於是人就會有這些 就是會擔心啊 緊張啊 懵惰啊 怒吵啊 那那個後果是怎樣呢 那個後果呢 就是人呢 就會呢 啊 越 效率越低 就是人越緊張的時候 效率越低 還有呢 人的情緒變差 人的內心世界呢 變得不平安 變了呢 整個生命都破壞了 更加做不到事情 更加呢 跟人的關係不好 因為他懵惰怒吵 然後呢 就是 啊 啊 啊 如何呢 如何可以輕省呢 那 其實呢 我今天 跳了很多釋經那方面的 因為其實我之前這個經文 我們已經解釋過 所以我就 今天就不詳細去 去釋經 那呢 我們現在去到呢 就如何了 如何有得到安息 因為神呢 是掌管一切的 他知道了一切 並且他應許 他會凡事幫助我們 他在這個經文有一句說話 他就說呢 因為我的握是容易 我淡是輕省的 就告訴我們 因為神會負責一切 所以他的握是容易 他淡是輕省的 那譬如一個普通的老闆 他請一個員工的時候 他不會說 這份工作很容易做的 很簡單的 很容易做得到的 他不會這麼說的 他會說你要盡力去做 你要盡力做得最好 他會就是要求的員工 要怎樣去達到那個標準 但是神呢 就不是 耶穌就說呢 因為我的握是容易 我淡是輕省的 只要你肯跟著我走 付我的握 就是說侍奉我 遵從我做我吩咐的事 還有學我的樣式 學我的生命呢 你就必得享安息 你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因為神的能力 神的愛 神的關心陪伴著我們 所以我們可以很輕省 所以第一樣改變呢 我們如何呢 就是信念了 我們真的相信神負責一切 神會幫助那些信靠他的人 還有這個握是神的握 我們的侍奉是神的握 我們照顧家人都是神的工作 我們是需要照顧 我們應該做我們應該做的事 但是那個後果在神的手中 不是我們背著我們子女怎樣成長 我們是做神的事 我們帶領我們的子女認識耶穌 經歷聖令 他們的生命就會改變 神會更新他們的 主要我就是把人帶到神那裡 神就會在他生命中做工的 我們就會輕省了 就不會照顧子女覺得很大壓力 或者我們照顧一個教會 帶領教會的時候 就不會覺得很大壓力 很重的淡子 很煩惱 人們又不相信耶穌 又不愛耶穌 我真的越做越猛了 這是因為人揹著淡子 還有人不懂得從神得力 另外一點就是人不懂得有神的智慧 所以我們學習就是相信神的尾線 第二學習如何親近神 用心靈誠實敬拜 如何能夠得力 亦都從聖經學習神的智慧 和分辨到聖經就能夠有智慧 如何去處理生命 如何活出神的計劃 如何整個生命發揮出來 然後我們也要學策略 就是說怎樣的方法 將事情交託在神的手中 如何跟對公一起去討告得力 讓每一個人都一起負起這個侍奉的責任 或者是家庭也是 就讓配偶和子女一起負責任 有些人就不是的 覺得子女我就管著你 教著你 吩咐你做什麼 那就變成是父母負責任 那父母可以將責任分擔給子女 然後告訴他們 你做到這件事你就很乖了 你就是一個神就喜悅 我們又歡喜整個家庭又幸福了 那你想不想家庭幸福啊 你想家庭幸福 你想日日回到家 家庭都是開心的 家庭不會有吵吵 不會吵架的 不用去罰子女的 那你想家庭怎樣呢 他們有責任的時候 他們知道負起責任的時候 我們一起依靠神 我們可以建立的家庭 就變成不重擔了 這個也是一個實際的智慧 怎樣能夠有這個輕省的心 另外我們可以做的就是 怎樣放下我們的重擔了 即是我們有些擔心啊 憂慮啊 因為神會照顧神話 祂會照顧麻雀 照顧百合花 神都會照顧我們 還有我們不需要被人嚇到 因為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沒有人能夠傷害我 因為神保護我 我愛神的人 神會保護 所以我可以放下垃圾 因為垃圾令到人很難擔心 即這些都是一些實際的方法 當然我現在就不是詳細說那篇道 譬如說說到實際 相信神真的會負責 所以我可以輕省 我又學親近神 所以我可以得力 所以我可以輕省 我也都從聖經尋找神的智慧 和應用聖經的說話 學到智慧怎樣處理不同的問題 我亦都清理垃圾 我亦都能夠有對公一起去負責所有做的事 在家庭都可以一起 家人每一個人都負責任 這樣的時候 整個家庭 或者侍奉 或者教會 都是一個輕省的狀況 並且是推行這個輕省的文化 怎樣叫輕省的文化呢 有些人在一個猛爭的文化之中侍奉 有些人做得不對就罵他 指責他 這是一個很沉重的文化 但是我們是可以一個輕省的文化 是一個欣賞的文化 互相扶持的文化 經常欣賞別人 也看到別人有做得不好的 我們不用這麼猛爭的 我們可以找出問題在哪裡 去處理 用一個輕省的心去處理 以上各點 如果我們講信息的時候 就會詳細清楚地講出來 好 有沒有人有問題 關於我這先所講的 神屬性廣道法 不單止廣道的 就是我們分享經文都可以用的 這個方法 有時候也不用這麼多點都講完 在乎對象和需要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 這個大家明白 我知道是需要時間的 那我 就是我們下一次上課之前 我給大家一個經文 大家去思想 大家試一下 做一下 看看能不能夠寫到一個簡單的大綱 那這個就給大家學習了 那 我們有一點呢 我想講一講的 就是有時候有些人呢 他們就說 啊我想侍奉神啊 我想給神用啊 我想呢 發揮生命啊 那但是一到 他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他又會 沒有做 沒有做的時候 他就不會成長的 那譬如我自己 首先我自己是很用心 看聖經啦 讀神學的時候 我是很用心 學校沒教到神學 我都用心去查 還有呢 每一個 每一個教義 如果他 我是未認識的 或者我覺得 有質疑的 我都會翻查 全本聖經 去找出答案出來 就是我不會就這樣 別人說什麼 我就信什麼 我一定會去翻查 去研究 那麼就 還有呢 在過程中 我是時事都會 就是我差不多 每個星期都會 研究一些主題的 當我譬如 講一篇道啊 的時候啊 或者預備一些訊息啊 或者回應一些問題啊 我都很多時候呢 是會翻查 不同的經文 去找出答案 就是我是用了很多 努力的 那而實際 怎麼走出來 我也都了解 我自己有沒有做到出來 然後我怎樣可以做得更加好 從人的回應啊 各方面啊 就都會去 去 盡量去處理我 任何面對的問題 那所以 是用了很多功夫的 那 那有些人說 啊 你是牧師當然會啦 那 那我也想說的 就是我們每個人有的時間 不同啦 那但是呢 我們都可以 在可以的時候呢 做一些的 練習啊 或者你用的時間沒有那麼多 但是你用一些練習呢 用的心學習呢 就會學到更多了 如果不是呢 就會 時時都停留在一個 初學的步驟 就是總是一個 去到只是一個初學的程度 那我希望呢 是我們這個群體呢 大家都真的會一直進步的 進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